我好想眼看 感觉镜头我不怕不怕啦 就觉得自己不够好 最伤害我的视频 今天呢 在有一点我要去见的这位朋友 你知道平常要见到他有多难吗 你知道其实在我认识他之前呢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属于很主流的明星 但后来我真的认识他 见到他本人了以后 我就发现他 像是古墓派的小龙女一样 波阿妹妹 不怕不怕啦 不怕不怕不怕啦 OK 我这样好奇怪喔 我觉得我今天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在这里 因为如果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只喜欢唱歌 我从来不喜欢接受访问 可是因为就跟自己说 OK一定要step out 我那天就是在想说 嗯我觉得在有一点 我应该要找找人 找个朋友陪我聊聊天 因为我每次想说 我们人在面对镜头 或是面对群众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很紧张的 会会会 超紧张的 所以我的歌曲叫 不怕不怕 不怕不怕 看接镜头 我不怕不怕啦 你现在在直播的时候 然后你都是唱歌 然后讲话 唱歌 对 对一个歌手来说 我觉得压力会很大 因为你是专业的 你应该完全的完美 对 可是我就觉得我们人不完美 嗯 对 其实有时候不完美 也是一种完美 几年前大概认识了你之后 我才第一次发现说 你跟当时我在电台里面 也常常播的播美美 那个我 对 我心目当中完全主流 然后完全符合市场要求的 一个很漂亮不破的女生 是不一样的 私底下是一个 不时人间烟火的小仙女 就是一个你就静静在旁边 当自己的人 对 可是 对现在的这个社会来说 就是 No No 尤其是我觉得 我有一个很韧性的个性 在我出道的之前15年前 对 我有其实蛮好奇 我就说老板 那我的艺名会是什么 可是他就很坦然的说 就郭美美啊 后来 那个郭美美也用了这个名字 我就发现 原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 我死都不会改 大家都把它误认为另外一个郭美美的时候 你不断的求救 可是你的声音好微弱 都没有人听得到 我那么难过是因为 我觉得 我的声音很小 都没有人听到 几乎就被淹没了 我一直在那边求救 可是也许我不会炒作新闻 而且大家都知道 我们相信 这几年来我站在舞台上唱不怕不怕 大家不可能不认得我这个长相 可是确实大家真的没有记住 你现在还会有这种感觉吗 可以 under attack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 这个难过的程度 其实是有到一定的 因为之前我就会觉得 演员真的很棒 说几秒流泪就流泪 然后我发现 近几年来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那时候呢 就有一个导演找我演戏 其实我有在夏坡 拍了一部电影 我就很好奇 我就问导演 那个 moment 我以为 他要找我当 那个儿童 对 我就觉得 诶 不错 我还跟我朋友说 诶 不错 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很好 我愿意去尝试 可是后来发现 原来我是个老师 重点是 我跟导演 邀了一首歌 我们常笑人家是假结婚 真恋财 这个人是假拍戏正常的歌 对 然后导演真的被我说服了 这是一个你当下 念头一转过来就 真心感觉到的勇气 还是你今天中经历了一段 上上下下 有上上下下 我觉得 其实很多事情 你想太多 然后你觉得 你要怎样走 怎样走才是最完美 可是往往老天爷 会给一个 不一样的东西给你做 你之前有学过 What is constant Change is constant 可是我没有领悟过 因为我一直觉得 现在的社会 我们一直跟 我觉得有一点跟不上 就好像你 你前几天 你发了一个短信给我 说你 我觉得你是一个 宜然自得的人 对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 这个宜然自得 是你可以感受到 对 可是也是我觉得 问题的启发吧 因为 就好像我 之前说过 我 可以当歌手 我其实很开心 I'm very contented 然后就活在自己的世界 对 然后近几年来 才开始觉得 原来那个 Instagram 或者那些平台 的数字不在 我就觉得 哦 原来这个才是关键 在你的直觉 这些对你来讲 不是重要的事情 所以过去这些年来 你也从来没在管 对 但是现在又突然 你对这一切 我发现你是产生了 很大的好奇 不只是好奇 因为它才到了 我的so-called delay 那个delay就是 因为没有数字 不能够唱歌 小心你 这个就是我的delay 而且哦 以后做直播 不要忘记麦克风在这里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不要去看广大的数字 你看金鱼 你看quality 你的engagement rate 这个才是真正你的价值所在 曾经你刚刚一出道 唱片都成功 得到这么多的祝福 然后见证那个莫名其妙的低潮 那个我觉得是一个 莫名其妙 真的只有莫名其妙 是个真可以形容 诶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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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收回 我不觉得 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莫名其妙 可是往往你走过 然后你再往回看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因为有这个低潮 这个难过 这个无奈 我在唱接下来 第四章 第五章专辑 感觉不同 真的 因为真的受伤了 很难过 后来听你唱那个 孤独的理由的时候 一百种孤独的理由 一百种 对就是那个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 明明不是自己做的事情 可是 大家却一直以为 我是她 然后让我很难过 因为我一直在舞台上 大家不就喜欢不怕不怕这首歌 而且我都是在内地唱 表演这首歌 无数次 你们都没有在台上看到我吗 这是我一直在问自己 就觉得自己不够好 最伤害我的是 他们拿我跟她做比较 欸 你是个歌手 你看看你自己的微博数字 怎么不比人家 然后就让我很难过 现在的社会是怎么样 现在大家都比较 关注负面的行为 你觉得如果今天有人在 经历一个跟你一样的抵抢 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方式 来告诉这个人说 这一切会变好 我觉得 我应该会跟你说 你享受那个抵抢 每当你很难过的时候 你会坐下来反省 我觉得在那个时刻 你真的不能够预料到之后 会摸摸到些什么 这个是美美今天给我的卡片 然后后面这段话 我就翻过来给大家分享吧 这个是美美今天要分享的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重新接受这个 这个名字真的没有不好 谢谢郭美美 爱唱歌的郭美美 对对对 谢谢 我想其实人在经历困难 面对挫折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愿意相信 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愿意接受这一切的历练 你就可以把这些困难 化成你生命当中的养分 活出更好的自己 今天呢有一点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在这里 点赞留言订阅分享 更重要的是告诉我 你希望在有一点这个频道 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就这样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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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